大家好,今期開箱的是Pokemon Scale World 加勒爾地區 一口氣略過寶石、珍傳、黑白、XY日宇 畢竟是最新的世代,趁人氣未消退前賺一波 亦是通販,外盒一如以往減薄白色設計加上產品圖 和過往設計維持一致性 開箱後可以見到裏面有7個小盒 用上不同顏色做區分 盒上面寫著不同號碼 第一盒是敲音喉和啪東喉 將細盒轉一轉看看 盒裏面敲音喉、啪東喉和膠座 分別裝在細袋裏面 盒大一大,但裏面很少 今次亦是附上很厚膠 膠的用料有改善,成色都不錯 不像以前的裏膠,滿布尾粒 敲音喉和啪東喉的身體綠色都有不同層次 造型又還原跳皮的神髓 分色不錯,上色都沒有過界 上手把握感覺良好 第二盒是驗兔兒,騰速小匠和獨典鷹 同樣分別裝在細袋裏面 由於體型較少,為了充實內容 所以將三隻放在這盒裏面 驗兔兒的腳掌有印刷,但不要太用力 因為軟膠製作很容易會截斷 騰速小匠,體型比想像中細 大細節不錯,黑色配橙色十分醒目 讀電鷹頭,組裝上可動設計 但有膠水貼著 腳掌有上色 第三盒是淚眼色和電索色 同樣盒裏面有盒中保護著 兩隻的體型可以說相差不少 但設計的語言是一致的 淚眼色顏色比較淡,沒有上密線 線條不明顯 導致和遊戲中的形象有點落差 變索色顏色好看很多 前音和視於眼的特色都比較橫圓 在立體化之中都有不錯的表現 第四盒是雙奶仙,來電汪和無邊養 這三隻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因為遊戲中都有較高的出場 雙奶仙細小一隻 可能顏色問題,龍角都不太明顯 體型十分嬌小 來電汪則依舊可愛,腳掌肉頭都有做出來 不過短短的腳仔和屁股仔 十分可愛 無邊養,感覺上有點髒 下面的分母線都太明顯,影響了觀感 第五盒是貼臉鼻翼 類顏色最終縱化 有Bubble指做雙重的保護 頭髮也有卡紙包著 身長十分高 手和髮尾都用軟膠製作 部分身體用光膠質感,外觀上有兩種 要用附上膠座才可以獨自站在這裡 正面看會很奇怪,因為被手遮得住 所以由側面看會好些 分色和造型都相當不錯 第六盒是閃焰王牌 經常讀錯閃耀 雖然火系御三家須得格鬥系配搭 但第一眼直角上仍然令人覺得有格鬥屬性 角子不高,手部是圓球體,腳掌有腳更細緻 造型有反應速設定中足球員的感覺 人形姿態,頭部亦可以少做角度的調整 要裝上膠座才可以獨自站在這裡 最後合纳是女主角小優 用遊戲插圖為圓形 粉紅色的長裙外面穿上毛衣外套 後面背著皮背包,造型接近原作 頭部可動,但頸有少少長 毛衣的質感不太到位 裙外面有穿黑色打底褲 鞋底紋路都沒有偷懶,值得一讚 皮背狼做得相當真實 以食腕的標準相當高質 Pokemon Scale Wild加拿爾地區成功為系列平反 質素大幅提升,沒有以往的爛塗裝和裂膠 可以說是大媽經過長時間鍛鍊出來的成果 希望後續可以維持現在的質素 這樣才值得收藏 在下面留下你的想法 還有記得訂閱頻道,接收更多開箱影片 下次再見